那您关心2018年美国生命礼仪行业 如何透过艺术来升华悲伤 并且帮助后代子孙填补耿耿于怀的失落感 东森新闻特别邀请到美国福乐纪念公园的资深代表 为观众朋友深入介绍 回顾福乐纪念公园 格兰黛尔园区内雄伟壮丽的博物馆前 不只荣幸被国际足联FIFA旗下的世界足球博物馆向众 从全球上千家博物馆中脱颖而出 举办全球唯一的足球纪念金瓶展 延续这份喜悦 12月份起还要联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举办盛大特展 这个展览是由国家地理杂志 他们举办的一个巡回的展览 那这个展览在今年年底12月11号 到明年的4月7号这段期间 会在我们福乐纪念公园的博物馆那边展览 那它的主题是11位女性摄影师 他们的一百幅的作品 那这个一百幅的作品不是普普通通了 他们是周游列国周游世界而收集回来的展品 活动不只延续足球纪念金瓶展 从观赏球王比例的各种收藏 给来宾一种仿佛走入艺术圣殿的成就感外 透过众多足球名将的服装收藏 还能让人感觉到多样化 高荣誉以及精致典藏等特色 如此高规格的用心准备 也将在12月份的国家地理杂志特展中 如实重现 他们想展示的主题就是在于说 21世纪人类在现代以及现实主义当中 我们整个世界的世界观 那这一百幅照片真的是很珍贵 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以及很辛苦的历程去完成的 而且这11位都是女性 这就是他们最特别的地方 我们可以简单说这是一个 woman's vision 这个是主题 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请也进过来参观一下 不只提供亚裔社区世界级的艺术展出 一贯传承福乐纪念公园 中西合并高度艺术化的坚持 六大园区当中还摆放出大量艺术雕像 并花费巧思地呈现出多种艺术杰作 让整个开放空间高贵典雅又舒适 前两天我才带过一个客人去 那他一看了Glendale之后 他非常之喜欢 非常之喜欢 为什么呢 他觉得如果将来的仙人 或自己站在这边的话 小孩子或者是他带着小孩子 过来参观的时候 是很值得这一层过来的 因为这一层除了可以纪念仙人之外 还可以令到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还可以让他们可以花时间在这边 很花时间 以及停留在那边去参观 以及感受一种很艺术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福乐纪念公园 其中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并且延续创办人伊顿博士所坚持 要帮助所有来宾 透过艺术升华灵魂的心愿 让所有人都能放下心中的不舍与悲伤 最终得到幸福安康 我们的主持是希望家人来到之后 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品 令到他们的悲伤随着艺术品 去转化成一种正面的 以及很感激的一个方向 因为艺术品除了是一个人 他们的心思的表达 以及是说他们的 对于他们自己感情的抒发之外 如果是一些好的艺术品的话 可以给人家这种正面的能量 所以你去到之后 你看到虽然是很悲伤 可是当你去感觉去享受这种艺术品的时候 可以让到你的那个悲伤的情绪 转化成一种感恩的情绪 甚至花费巧心 在许多艺术展览活动中 打造适合全家前往的亲子互动区 并且有能力提供多种团体导览服务 如果大家是以一个团体性质 想来参观我们的艺术品展览的话 我们有专门的导游 来到福乐纪念公园 专门的导游带着大家去的 那至于如果是说 需要巴士接送的服务 也可以跟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谈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家人 服务我们的民众 所以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要 都可以打电话来 你放心这部分如果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去安排的话 我们绝对会去安排的 目标要以世界级的艺术 帮助华人放下悲伤 并且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观众想了解更多 请上福乐纪念公园官网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